Hello YouTube 朋友 大家好 我是 Danny 欢迎收看 Danman 826 频道 今天又来到中环 之前去吃过巴西菜 今天跟大家去试一下西班牙菜 是一个brunch来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 Let's go 我们今天去这间餐厅叫做 Bracecraft 是在中环荷里活道28号永宁大厦的地铺 可以沿着中环半山的自动行人电梯 上到荷里活道就找到这间餐厅 观众朋友都喜欢收听这类型的自费真人实测试食影片 或者其他一些旅游饮食生活资讯片的话 就快点按我 Danman 826 频道的订阅和钟仔 全部都是用心制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来到这里是中环荷里活道 在大馆附近的一间餐厅 它是专喝手工啤酒 但有西班牙菜食的餐厅 它也是新开的 我也是看IG 有些foodie分享 我看到有多吸引 所以今天来试一下 他们有个周末的brunch 这个brunch有什么特别呢 他们的头盘的tapris 西班牙的小食 有十款都是任食的 两个小时 另外每人可以选个main course 和一个dessert 那就是$388一位 另外可以有个2hours的drinks free flow 198元就是喝手工啤酒和红酒白酒 另外98元就是喝无酒精饮品 我们叫做无酒精饮品 因为梳打挺特别的 它有土 没有 柠檬和番石楼味 我叫做番石楼味 它tapris的小食有十款 有水牛城鸡翼 我喜欢吃辣辣的鸡翼 有些黑毛猪火腿多士 辣肉肠 西班牙的火腿忌廉波 西班牙马铃薯蛋饼 虾多士 都有些十款小食 第一轮就会拿出十款 给我们试一下 再想吃就可以再order任食 只要main course有三款 有个西班牙烤鱼猪 墨鱼汁鱿鱿鱼汇饭 和香草蜆肉扁意粉 我们就用了鱿鱼汇饭 和酵鱼猪 因为酵鱼猪是它出名的 另外有两款甜品 可以每人选一款 有Tiramisu和红酒和雪梨 我们现在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 食物都未来 现在我们先喝了第二杯 我又不太明白了 它有十样的头盘 其实可以先拿一两样东西 不用等了十样都弄好才拿出来 现在有些不明白 刚刚等了半个小时 最终来到头四款的头盘 有个吞拿鱼山 是黑毛猪火腿的多士 日本青椒和一个蛋坯 这种香的日本青椒 煎得挺香 另外的多士也很脆 黑毛猪肉也很好吃 但现在只来到四款 我们还要等其余的六款来 两个小时 只吃了很多东西 接下来其余的六款 Tapas的西花拿小色 哇 那个虾多士挺吸引的 它很大的虾 在上面 整只虾 放在多士上面 就不是真的 我们中国人吃的虾多士 它是一只烧虾 放在多士上面 水油成鸡也吸引 这些买相不错 刚才吃的味道都可以 尝尝这个 风味醬 吃完第一轮的 Tapas的头盘 我本来想再 有点好吃的 所以想点来吃 他还说 你还没点得住 要来到Tapas的主书 吃了主书才行 因为怕你们吃不完 现在已经1点钟了 不知道主书又要等多久才来呢 其实餐牌明明写着 2个小时 free flow可以吃头盘小食 上菜已经够慢 又要别人等到主书来了 才可以再叫 真是很影响我当日用餐的心情 撇除了以上要等的因素 其实他的头盘小食是做得不错 挺好吃的 用来送走就真的不错 2个主书来了 鱼猪份量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马上再叫了Tapas 鱼猪切下去的皮也挺脆 好似 但是先吃一下 食物是好的 这个就是 好像鱼猪腿 鱼猪腿 鱼猪也挺重的 看你喜不喜欢的猪味 我就可以的 即是你吃猪肉也有猪味 但有些人未必会喜欢 但脆皮真的挺好吃 酱得 另外麦鱼汁饭就好像干了些 吃下去看看 有个酱 有两个酱 有很多麦鱼 嘶嘶嘶嘶的味 都可以的味 吃到麦鱼的味 真的 不会很吃下去 不会很干 我现在再 Reorder了几样不同的Tapas 等它来 其他人现在来的 等食物又不用太久 两三个字就出来了 可能我们第一台进来 厨房还未准备 不知道是不是 又等了四个字 我们第二轮叫的Tapas 又来到了 我们现在都差不多1点半 应该可以吃到2点 因为还有甜品 再叫了好吃的 就觉得青椒挺好的 虾多士又不错 这次的虾多士 还多了一块蒜片 在表面 还有水油成鸡翅 蛋坯 我想大家来这里吃 就不要觉得 在一个放堤的心态 可能它吃得会舒服点 开心点 最后的甜品 就是有一个 Tiramisu 和一个是红酒 会蒜里 我们每一样都爱了一款 来试一下 应该都不会太大件 现在等它来 一如我所料 甜品真的非常迷你 有点像自助餐的迷你蛋糕 这件Tiramisu 吃起来都是普通的味道 没太大特别 初初看餐牌 红酒会雪梨 以为会是一大个雪梨 怎知原来是几片的薄切雪梨 上面灑了少少肉桂粉 味道都没太大特别 很普通 我今天的分享 都是当日的真实用餐体验 可能不同人 不同时间去 也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任饮package 和加一 总共是$1069 其实我们那两个人 吃完之后 都不是太饱 性价比真的不算高 反而如果他不要标榜 任吃这个头盘小食 做一个set lunch 便宜少少价钱 可能会更加吸引 有几款的头盘小食 是做得不错的 餐厅环境都比较像一间酒吧 和播出很大声的音乐 可能会比较适合几个朋友 来喝啤酒 吹下水 聊聊聊天 吃点小食 观众朋友 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记得点赞 和分享给朋友 还未订阅我 DAMMAN826 记得按下订阅和小铃 当我新片出的时候 你就不能错过 还可以follow我 Facebook IG 看到特别优惠资讯 生活点赞 和大家分享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